国盟执政州可能采用自家设计的国庆标志和主题 与中央不一致的做法 引起了团结部的关注 团结部长拿督艾伦达刚强调 任何使用不同国庆标志和主题的建议 可被视为破坏国民团结 阻碍政府保障社会福祉 迈向发达国所做的努力 部长发文告强调 国庆庆典是一个全国性的庆祝活动 标志和主题是马来西亚人团结的象征 政府的努力理应获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社会将会决定 所期望的团结是否完全成功 文告也提到2023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主题 坚定团结 满怀希望背后的含义 诠释了团结和高度爱国精神 并灌输人民热爱国家 然而有关州政府国庆主题 与中央不一致的建议 被视为是会破坏团结的联邦制政治 关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 包容及良好关系 各方需谨慎处理 团结部强调 在促进国民团结上 各层级的领导人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团结是建设发达 繁荣和富强国家的重要支柱 团结部促进各方 携手提高国民团结 不要成为分裂人民的导火线 团结是参与的 可欣公的领导人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